大家好 3條1 1月11日來第二集的練金術 今天我們就很開心 請到我們三個金融業中國區位的經理 Sam在這裡 不用介紹了KC 講回今天的重要話題 我們這次有好東西 謝謝你 天天都是好東西 練金術 就是要怎樣透過技巧 一些術去幫你變金出來 變金之前 要看看大家有沒有了解 怎樣說有沒有了解 我們這次會有一個貴金術投資模擬大賽 這個好東西 為什麼呢 我想大家所有觀眾在看都可以參與過來 而怎樣參與的細節 待會跟大家介紹 而怎樣參與呢 就是跟一班高手去過招 包括我知道Sam好像也有興趣去參加 是啊 要聽到這個也有興趣 對吧 我們應該深圳很多同事都會參加 會 包括我們一些客戶都會有興趣 是的 首先這個比賽呢 你是炒金和銀 對吧 還有我們那些獎金 雖然 都要提的 這麼吸引的東西 對吧 我們每一周會選一個冠軍出來的 就會拿到MIHA online store的禮券 消費券 就是價值 冠軍的價值1000元 每個星期1000元 是啊 先買著 還有第二 還有第二名都是抽出來的 價值500元 每周兩個 都不錯 可以了 連續三個月都有 有 連續人贏 好像Sam那樣 連續人贏十個星期 便會成功 希望 對了 怎樣操作呢 我們當然要同一個介紹 第一個重頭戲就是ECM ECM一定要先說 要不說 大家其實 不知道做什麼 沒錯 不知道做什麼 我們有個電腦人幕先 在這裡跟大家介紹一下ECM這個平台 英文名的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Network 就是電子通訊網絡 是指什麼呢 就是股票經紀商或者貴金屬經紀商 會客戶建立的電子交易平台 這個是先用股票的 之後才引入去外匯和貴金屬交易 我們這個特色 ECM的特色在銀行之間佈價 和外匯交易平台之間選擇 最有利客戶的價格來成交 經紀公司只會賺取適當低比例的 用股票的佣金作為服務報酬 ECM可以理解成為證券交易所 這樣的集中市場 以及有公平公正公開的特點 講到這裡了 我就想問一下Sam KC當然也 銀行之間佈價這件事 我說藉著通銀行是怎樣呢 或者我回答 我比較熟一點的ECM 其實ECM這種平台 如果你簡單容易去理解 就是類似一些interbank 或者一些國際大的broker 互相交易的電子平台 就是說大家互相對手都是一些銀行來的 比如說以一個 比如我們其中一個供應商 我們就叫做Currentness Currentness Currentness就是全球三大的ECM之一 它裏面就差不多有全球最大50間的投行 就是那些大的商業銀行 那些名字不乎 比如說摩根斯丹利 高盟石高盛 右邊那個裏列了什麼 GSFC City MSFC 沒錯 這些就是我們叫做interbank quotes 這些銀行 自己就會掛了那些價錢出來 其實ECM本身就是銀行和銀行之間的交易 所以一般散戶是 基本上開不了戶口 就是說我想開一個CityBank 我想開一個ECM戶口 它不理睬你 它不會受你玩的 但是如果你經過某些經紀 譬如我們其中一個 可以入到ECM的一個經紀代理 散戶就可以透過我們 直接拿到現在的ECM Interbank裏面那些價錢 那什麼特別呢 其實真的都挺特別的 因為我還很記得我二十多年前做外匯 外匯的差價 譬如日圓這樣算 是的 譬如現在的賣賣差價是 現在的價格是在做譬如說 117.70 那就是 那些價格可能就是117.75 是5點子的 但是5點子的差價 你不要以為很少 但是因為你做槓桿賣賣 可能合約就是10萬美元 是吧 那就是說 那裡已經是50元美金 是 是 所以 但是以前我們做開就說 沒有所謂 就是 沒得選擇 是 但是原來ECM這些市場的差價 如果用日本日圓來計算 你會見到 是 117.70 這個AS也都是117.70 那你說 為什麼沒有差價呢 沒有抹價呢 其實不是 其實是有 只不過是0點子後 還要加多一個位 就是說差價是低到0.1 明白嗎 低到差不多是沒有差價的 如果站在我們20多年前做入行的時候 為什麼 可以是沒有差價 以前是5點抹價 現在是沒有差價 很誇張 黃金也是 黃金上一集 Alice也介紹過 倫敦金一般都是5毫子差價 100盎司 即是50元美金 但是呢 在ECM裡面的倫敦金差價呢 是浮動的 嗯 有時候可能是8個Sit 有時候是1毫子 1毫半 但是通常呢 都不會超過3毫子 嗯 就是說對比起 你一般 就是賣賣倫敦金 現在坊間 你上網 應該很多賣賣倫敦金的公司 是的 一般都是無資差價的 那基本上呢 如果是ECM的話呢 可以是由1毫幾指 2毫子 幾個市我都見過 嗯 因為是浮動的 我們叫做Beauty 最正的地方是什麼呢 真是很低差的 第一 第二呢 就是市場深度 嗯 市場深度 剛才你那幅圖表裡面 就是你那幅PowerPoint裡面 一幅圈 譬如你這個應該是銀來的 白銀來的 13元 其實呢 大家可以看到圖 右邊有13 130 142 是不是 這個不是 這個應該是歐羅來的 歐羅來的 歐羅來的 這個就是ECM的歐羅外匯 當然我們在做倫敦金 這個例子 你看到歐羅現在 你的例子 就是1.26 13 1.26 14.2 13.9 和14.2 就是0.03 這個差價 五個位的三 最後第五個位的三點而已 非常之細 1點都不夠 0.5點都不夠 0.3點而已 真的很誇張低 在這個表裡面 也看到 在BIT和AS 左右邊 有些叫做quantity QTY 其實QTY的意思是什麼呢 譬如說 我們看到在左邊 有一個一字的 就是說你在那裡 買一球 就是一手 以Interbank來說 代表一球 就是一百萬美元做單位 如果是歐羅 就是一百萬歐元做單位 就是說現在 有一百萬歐元的 有一球的單位 放在1.26139這個位 如果我想對歐羅 是對一球的話 基本上我一口價回來 但是如果我想對歐羅 我想銷售歐羅 我銷售兩球的話 即是回來的價 就會是 有一球就是1.26139 但是有些回來就會低一點 可能是1.26138 因為你買方只有一球 如果你想對兩球的時候 是不是對低一點 原理呢 正正和我們買股票一模一樣 所以呢 我們在這個ECM平台 我們的好處就是 我們可以第一 享受到很低的檢測 第二呢 我們可以看到 好究竟現在市場的深度是怎樣 這個呢 我相信 對於我們 投資買賣 一個非常重要的數據 沒錯 OK 說回去倫敦金 倫敦銀 我們現在正在做ECM平台 一般的差價 剛才我講了 可能是 徘徊在1.5元 如果當然很正市的時候 就寬一點 可能去到2.5元 但是怎樣也好 都是比起現在坊間 做5毫子差價的成本量 是非常之低 嗯 所以為什麼也是 這個是很值得推薦給大家 沒錯 那 我們剛剛 這幅圖呢 我其實 剛剛看到 即未開始之前 我已經有些 一些問號在這裏 因為始終 我沒有你們這麼專業了 不過集合了眾多銀行競價 交易點差 有時會出現零 甚至負數 負數是少的 零就有機會有的 因為剛剛 購買和售同一時間 去競價的時候 即是大家 賭同一口價出來 這個也不奇怪的 但當一般市場 即是開市之後 即是類似 競價 港股的股板 買股票的競價時段 完了之後 就一起回復正常 不過這個時間 是很少很少的 好少的 好少的 那就是 這個就是我們 另外一個 一個ECN的 即是service provider 叫Sudon 在英國的一間 ECN的平台 大家都見到 差價都是 去到少數後 一個位的 都是非常之小 如果做外匯 不過我們就不是做外匯 再重新 只不過拿這個做個例子 給大家看到 原來那個7點差 還有那個 旁邊的 黃黑那裡 看到市場的深度 是的 好了 這個基本上 就將剛剛KC所說的 就一點點列出來 由第一點開始 我們說 ECN有市場真實的報價 還有一點很重要的 就是 ECN服務商 本身是不參加 這個使用者交易的 敏感新聞資料 時間不存在 還有交易中斷 更新重複報價 這些問題都不會在 那麼我們和ECN 會是即時成交的 還有各種交易方法 如EA智慧交易 或者是剝頭皮交易者 這件事我要問KC 或者問一下Sam 什麼叫剝頭皮交易者 剝頭皮交易者 在大陸 即是在中國 就會比較 輕行的 即是 我們賺一點點就走 即是叫剝頭皮 哦 這件事有什麼 對 即是一個高頻 高頻交易 高頻交易 這個我可以補充一點 EA 即是我當成人工智能 即是一些automatic的軟件 其實很多 現在全世界 大家都聽過 叫做電腦程式買賣 是吧 其實很多人 現在不論你買賣期指 包括國內以前的 故事期貨 即是中國的故事期貨 這個香港期指 外匯 或者是黃金 他們都很喜歡寫一些程式 寫一些程式就放在電腦上 自己交易 這個日本仔就最成功了 日本仔在日經指數 炒日經指數 他用這個程式買賣 是非常出名的 很多格子寫得很好的 但是這樣說 在很多現在市場裡面的經紀 尤其是在做裝家制的經紀 他不用他 他用EA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是裝家制 你贏他就輸 所以基本上 他是不容許你 用一些智能電腦 高頻交易的軟件 但是我們這個ECN 就不同了 ECN就容許高頻交易 為什麼 因為你贏的錢 是贏回市場的錢 不是贏我們的錢 所以這個 我們是無人歡迎的 相反地 你高頻交易 你做得多的時候 我們那個佣金收入 就相對水量船高了 其實我們更加歡迎的 就是你有賺過一條街錢 我賺過一條街錢 我們就能賺到用金 但這個真的是一個 win-win scenario 是 去到第三點了 就是剛剛Case姐所說的 是直接聯絡了這個 國際銀行間外匯貴金屬市場的 是有全球流動性 和銀行間競爭 避免價格操縱 這件事我們一般人做不到 一定要做這個平台才有的 報價正確至五位少數 很正確 交易單直接 以益名地掛在平台網絡上 每張單平均是同等地位 按照時間和價格最優化的公平 撮合成交 交易身份是保密的 當然了 網絡供應商是無法獲得交易者 止盈止損的資訊 以及可以任意 價位員掛單 以及部分平倉交易很靈活 當客戶的訂單 超過大 即是導致單一銀行 無法完成訂單的時候 可以分拆這件事 其實正如你剛才那裡 你在剛才對上的例子 未見到 在你的價錢再上一個 左邊右邊的圖 即是十三十四 你只有一球排隊頭 如果我要沽兩球的時候 那我就要 可能第一個銀行 報出來的價格成不完 那就要第二個 跟下面 第二條隊的銀行 那個盤去成了 這個是不是跟證券都有點相似 一模一樣 根本其實整條概念 跟股票買賣是一模一樣 跟香港現在真的買賣匯豐銀行 你看到 突然間可能你心癢 我想買一球匯豐銀行 那這條街哪有這麼多 但是很多經紀掛出來 就馬上一路掃上去 那你回來的單 就不是來自一個經紀 可能來自十幾二十個經紀 就是這樣 道理一樣 即是這樣一講 我想香港很多觀眾 都覺得很親切 是啊 為什麼這個ECN平台這麼公平 其實這個在香港是不流行的 為什麼其實我們這次去推這個 煉金術這個節目呢 其實就是想推廣 ECN黃金買賣平台 因為基本上香港 ECN的黃金買賣平台 是都比較新的 外匯都已經來有一兩年 都有一兩年 但是黃金白銀就比較少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會有一定的優勢 講到香港ECN的黃金比較新 我問回Sam 在中國來說 ECN黃金現在的情況 是不是都是很新的 都是新的 聽到ECN這些都不是很了解這些 就是我們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大家都可能很擔心 剛剛講到 我們可能擔心一個滑點問題 就是我們可能買這口價出來 可能會是另一個價格 就可能會有這個擔心 我們回到電腦 這個就說香港現在絕大多數交易商用的是MM模式 就是Market Maker這個做市商模式 亦都叫做交易員模式 這個情況之下 經紀商可以撮合客戶之間的交易 亦都可以自己和客戶交易 在ECN的模式之下 經紀只是提供服務 就是Service Provider 將後的交易指令 送往銀行間的市場 由於ECN和MM模式 這個本質的區別 就導致了有五種不同的東西 第一我們看看 ECN沒有Dealing Room 直接有銀行之間交易 而MM是有Dealing Room 對沖客戶交易訂單 或者我可以再解釋一下這個 MM的意思 很多人都不知道做什麼 如果有看我們上次第一集的《連金術》 我也說過 我們以前 二十多年前 一些不良分子 在我們這一行裡面 怎樣去 有時候如木運珠 怎樣去騙取客戶那些血行錢 因為他們本身是一個莊家 莊家的時候 就變成客戶輸的錢 就變成他贏的利潤 對 剛剛調轉 客戶贏就是他輸 所以千方百計 希望做些髒東西 其實不是髒的 加上客戶無資 剛剛產品又不是太認識 所以容易被人受騙 現在難很多的相信 因為資訊太開放 所以 MM 某程度上 就算現在其實也有很多MM 我們叫做Market Maker 就是莊家 但其實現在很多莊家 都已經很受規矩 還有一些很正規 也不是什麼犯法 非法勾當 那些經常都被警察抓了 只不過 大家的角色有點不同 因為莊家本身是不犯法的 就算你很多的渦輪 香港做營股症 很多都是莊家 大投行都是莊家 但問題是他賠不賠得起 是吧 他賠得起沒有相關 你贏 因為始終都打麻將 是靈活遊戲 你贏我輸我輸你贏 其實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問題就是在於 在這個靈活遊戲裡面 你出手腳出老千的 這樣就有問題了 是吧 這也是上一集講過 那個 操守問題 所以其實 MM Market Maker本身都沒有所謂的 大家是各取所需 有些客戶喜歡做MM的 為什麼知道嗎 這個真是 你明知道他是莊家的 為什麼都喜歡跟他做呢 是 為什麼呢 因為ECN 剛才我們看到那個市場 是有滑點的 嗯 那就是變了 有時候可能有些 行家的單很大的 就是說 喂 我們要求一落落50手 嗯 大order 100手或者 100手黃金很大的 因為一張是100盎司 100手就是多少盎司 一萬盎司 一萬盎司 一盎司 一千美金 那裏多少錢美金啊 哇 我都這樣想 一萬 十萬 八萬 二十億 一億 是吧 如果你在ECN市場裡面 可能突然間 那一刻 我們叫做 沒有這樣的市場深度 嗯 那會變成回來的價 是不是會 闊了很多 那會變成成本 相對來講 是 但是很多莊家 大莊家 你便來 我一次過可以接受你 100張 嗯 一口價給到你 那如果是 對著這些 這樣的炒家來講 他便 喜歡 嗯 因為如果你用ECN平台的時候 做到這麼大的成家 一次過 我講一次過 回來就會 你猜不到 回來是一個什麼價 嗯 明白嗎 明白 但是你對著莊家 就不同了 當然這個莊家是巨型的話 你便很放心 嗯 所以莊家 也都本身 他一定有他的生存空間 就是這個意思了 也都解釋了為什麼 不一定是一定 找一些人做ECN 嗯 很多都是會找market maker 找莊家去做 也是這個意思 OK 明白 那我們回到第二條 這個阿翁的Case都講了 ECN呢 在市房波動劇烈的時候 不會限制交易 因為你只是一個平台 沒錯 那market maker 當然市房波動很激烈的時候 可能會限制你交易 因為他是莊家 沒錯 很過癮的 有些莊家又不聽電話 電腦壞了 很多莊家 或者聽了電話等很久 古來才怪的 什麼都有的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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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第三點 我們ECN會支援各種交易的方式 摸頭皮 剛剛私人解釋那個 高頻交易 是 MMN就是交易方式有限制 有限制 即是他都說了 他叫你怎麼做 沒錯 因為莊家制通常要覆盤 就是說他給你一價 你說yes 譬如說現在你想買一百手黃金 那接著可能給他 現在在做一千一百零七萬 那接著 回來我看到 我按確認 那都要等的 等對手 要不要來的 那所以這裏是 就是 會有些 tricky的 那如果價錢真的很快的 那他可以reject你 再要報過的 那但是ECN又沒有這個問題 反而呢 回來給你 但是可能有些價呢 因為你如果成交那個 你的金額大的話呢 可能回來有些價 就是比起現在是遠一點的 嗯 那第四點呢 就是ECN的點差 是不固定的 不固定的 那麼MM就是固定的了 最後一點 也都是這個 這個 等一下肯定也是問的了 ECN呢 說 任意距離掛單 是 只贏或者只選 那麼MM就是 有距離要求掛單 只贏或者只選 例如是30點以外 嗯 這個 可不可以再解釋給大家聽 這個 首先說一下ECN 再重新一次 因為ECN本身在我們公司立場 我們不是莊家 嗯 但是其實你是不是莊家 那個影響很大 嗯 因為你的角色就是 我純粹把客戶的單 放進市場 嗯 因為客戶贏就贏 摩根士丹利 贏這個 金錢 贏這個美銀 不是贏我嘛 所以我們不會介意 客戶用程式買賣 剛剛說了 你的掛單 可能是 摸頭皮 你剛才說 我贏一點就走了 把所有盤都放在那裡 只贏 只選 或者止虧 放在那裡 或者在那裡 開新倉 我們不會有任何限制 就是阻礙你或者難你 因為沒有意思的 因為我們是賺你那 十幾二十塊美金的佣金 每一圈 是吧 我不需要去難你 但是反過來 如果你是 莊家的話 他就會 在你擺單的時候 一定要擺遠一點 為什麼擺遠一點呢 這個就牽涉到 有時候開那些數據的時候 我們俗稱叫射龍門 就是有些客戶 就是勒勒喇招 因為當時那個家 發得很快 他就會擺兩套單 在一邊營一邊虧 可能那個家 一聲衝上去的時候 虧那邊就輸給你 但是贏那邊可以 無限的 不斷贏下去 這件事 其實他有少少 是利用這些掛單 和市場的速度 的一種漏洞 而從而獲利 但是在ECA裡面 我們是無所謂的 你這麼聰明 你可以贏得到他 你就可以繼續贏 你就可以這樣做 所以很多的莊家 就在開數據之前 第一 把那個差價拉闊 第二 把你掛單的那個 點子也要拉闊 避免你做一些 我們叫射龍門的動作 就是這樣 OK 一個總結 ECN是一種 沒有交易員的平台 由於在MM模式之下 經紀商可以選擇撮核 這個客戶交易 將客戶的訂單 對沖到其他交易商那邊 或者跟自己的 客戶交易 所以經紀商和客戶之間 會產生利益衝突 就是莊家 很簡單來說 因此在MM模式之下 經紀商出於保護自己的目的 會有各種限制 但是在ECN的模式之下 正如剛剛KC所說 客戶的交易訂單 其實我們只是左手交易右手 交易商和客戶之間 絕對沒有利益衝突 因此不會對客戶 有什麼太多的限制 沒錯 好了 我們講到ECN 大家也基本上 明白ECN的 基本的知識和背景 另外一件事就是 作為KB來講 ECN是我們的禁造業平台 怎樣去操作 怎樣去買東西 我們就要講MT4 MT4就是你買東西 如果大家記得第一集上面 Alex那時候已經演示過一次給我們看 怎樣在MT4上面 落單操作 以及看這個交易紀錄 我們再講多一點點 這次就 MT4就是MetaTrader 在外匯業務上的交易平台軟件 通過用戶 就是用戶端的操作 這個是俄羅斯 原來是俄仔做的 是 外匯期貨 CFD 交易提供經紀服務的 專業線上的交易平台 最成熟的版本 就叫MetaTrader 4 所以叫做MT4 MT4其實就是一個交易平台 怎樣去用MT4 或者我們待會下一節回來 詳細一點介紹 沒錯 或者在這一節完之前 可以多一點補充 就是MT4這個平台 剛才說了 ECN ECN就是後台 就是國際銀行的報價系統 你都需要有一個端口去接進去 我們在前線的用戶 當然需要我們要有一個軟件 可以讓客戶看到ECN後面的價格 然後也可以進行交易 所以前面的平台 我們這個軟件的名字叫做MT4 MT4其實很出名的 亦有很多年歷史 在我印象中 十年八年都應該有 應該不止 現在也有MT5 出了新版本 不過MT4就非常穩定 而且基本上我都未聽過 有什麼軟件上的缺陷 再加上MT4 我也有用家 我覺得圖表很英俊 我相信大家 以前有看我們WeChat節目裡面 我們基本上很多案例 都是用MT4的平台 給大家看的 圖表那些東西 所以這個平台 我們會用來去接著 後面ECN的報價的前線 MT4就可以在電腦上用 可以在Android機上用 可以在Apple機上用 即是你可以在電腦上用 手機上用 蘋果上用 什麼都可以 非常方便 或者下一節回來 詳細再講一下MT4 以及Sam 這麼難得在深圳下來 再跟Sam 聊聊聊天 關於黃金的 下次見 拜拜 字幕志願